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鼎鼎大名 绝对是富豪级的人物 早在2008年 年仅43岁的杜双华就已经坐拥了350亿的资产 并以这样的一个总资产位列胡润中国富豪排行榜的第二位 但是一直以来杜双华的形势非常低调 很少接受媒体采访 所以公众对于杜双华的了解可以说是少之又少 直到去年9月 一名叫做宋亚红的女子 一纸诉状将杜双华告上了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要求离婚并分割双方的夫妻共同财产 这才使得杜双华进入到了公众的视线 按照离婚官司的一般程序 法院联系到了被告杜双华 但是当杜双华接到了法院打来的电话之后却表示 我们的感情很好 不离婚 而宋亚红却一直坚持上诉 就在海淀区人民法院决定进行邮寄送达的第三天 杜双华委托律师给海淀法院送来了一份2001年河北恒水中院的判决书 判决书中赫然写着 由于女方居无定所 查无下落 已于4月28日判决双方离婚 面对这样一份2001年的判决书 宋亚红当场就傻了眼 我拿了这判决书 我拿了以后 我一披护就坐在那个椅子上了 我看了判决书 我半个小时没说出话来 我都傻了 我说不对啊 这判决书怎么出 我说我们前两个月还在谈离婚的事情 怎么01年我们就离婚了呢 我说这些东西我都是有录音的呀 宋亚红拿着这样的一张判决书回家之后 他几乎一个星期都没有吃下饭 他实在想不通 自己当年并没有去河北恒水中院应诉 也没有收到起诉书和开庭传票 怎么就会无缘无故被离婚了呢 为了搞清事实的真相 他委托律师对河北恒水法院这张判决书展开了调查 这个判决书本身是漏洞百出 原告独生华 出生年月日 出生年月日是错误的 他是1965年的11月26号出生 这里写的是1966年 那这个人是不是我们案件当中真正的独生华 我的名字红 我是红色的红 他写的是红大的红 这也不对啊 我们老大 生日也写的是不对的 判决书上 这我不能说是错误 只能说上面的记载 以书面 一个文书记载不符 只能这么说 第二个儿子 这里出现的名字叫杜泽龙 但杜泽龙的名字是在07年的3月才改的 007年杜双华那意思就找我商量 说要给孩子更一下名 因为他老大叫杜秋龙 老二不能叫杜泽刚 他说我讲也可以 我说也可以 我说你想给孩子改什么名字 他说想改叫杜泽龙 在一份北京市公安局上帝派出所出去的证明信中 我们可以看到 在2007年3月25日 杜泽刚的名字进行了变更 那么杜泽刚变成杜泽龙 它是07年以后的事情 结果你在01年的判决书当中 就出现了07年以后才有的名字 你让我们怎么来看 让常人怎么看 我只能判断 你这个判决最早最早应该是07年3以后 也就是说我们改了名字以后 你才制作 针对这个问题 杜双华的代理律师也给出了他们的解释 就像我们一样 有的人有好几个名字 但是登记的 你只能登记一个 宋雅宏认为 10年前杜双华 以被告早已离开居住地 我找不到他为名起诉离婚 也是荒唐可笑的 他说我这人失踪了 就人间蒸发了 我这人 可是那个时候 我还跟他经常去他父母呢 宋雅宏的手机电话 97年开始使用 到现在没有变 杜双华应该是知道的 所以陈徐律师认为 在法院没有细致查照 仅仅凭借一名小区物业人员 证实宋雅宏不知去向的证词 是不能当作找不到人的依据的 另外更让宋雅宏气愤的是 在他起诉到海淀法院之前 杜双华似乎也认为 自己没和他接触婚姻关系 但就注意到 在02年 2002年 他在唐山去办企业的时候 他自己在展桌上登记的 记载的婚姻状态 仍然是一婚 08年 恒水是展桌上卸在 他还是一婚 完了这个09年 他也是一婚 明明在一直协商离婚 对方却拾口否认 为此 宋雅宏还提供了一份 大儿子和杜双华的录音资料 没有了 您跟妈现在离婚了吗 没有了 既然你是已经离婚了的 你为什么在08年 跟儿子 讨论 跟宋雅宏离婚的问题的时候 你说 跟儿子在讨论该怎么怎么离婚 你这边反应不好 我公开灯在你 公共离婚的判议 你能分拾假的吗 面对如此之多的错误 很难不让人怀疑 这份判决书的真假 显然杜双华也已经留意到了 这份判决书当中的硬伤 2010年10月27日 杜双华向河北恒水中院 申请更正判决书中的错误 2010年10月28日 恒水中院发布裁定 将2011年判决书中的错误 一一改正 6天后 河北恒水中院院长 签发了一份民事裁定书 称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 此案由该院另行组成 何一庭再审 再审期间终止原判决的执行 等于案件又回到了恒水中院 可是让宋亚红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2011年4月6号 恒水中院告知宋亚红 何一庭认为 你与杜双华的婚姻关系 已由本院民事判决判决解除 该判决已经于2001年7月28日生效 本案在审审理范围仅限于你们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纠纷 看到这儿我相信朋友们一定已经看出了一些端倪 如果夫妻双方十年前已经离婚 那么这十年的财产将是杜双华的个人财产 如果这只判决被推翻 那么这将成为夫妻双方的共有财产 一旦分隔起来 这也将成为目前国内财产标的额最高的离婚官司 我们对杜双华的发家时有所了解的话就会发现 他真正起家真正发财产裂变剧增 是03年开始 警官我刚才也说过一数字 根据斯坦伯的介绍 在2001年当时大概已经有五个亿左右的资助规划 也是亿万富豪 但是03年以后 由他原来的母公司精华创新集团 投资制造钢铁 就这么几年功夫 资产规模急剧膨胀 我们现在看到的资料是 08年内地富豪榜 富富斯富豪榜 杜双华排在第二个 350亿 那么如果说 01年当时 孙小洪杜双华就已经离婚的话 那么他03年以后 杜双华所得到资产跟孙小洪的关系 所以 孙小洪为了争取自己的权利 也是一个客观情况 他当然要争 这个婚到底离还是没有理 离了 后面财产跟他没关系 没有理 婚姻关系继续维持状态了 后面财产他就有权利去除上分割 人们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在关注这场离婚官司的事是非非 因为他不仅关乎到了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 他也关乎到了数百亿财产的分割 到底是什么使这对富豪夫妇的婚姻走到了尽头 在这背后又隐藏了哪些不为人知的隐情呢 还是让我们把时光倒退到27年前也就是1984年从头说起 1984年 宋雅红年仅20岁 在首钢劳动服务公司开叉车 而这一年的杜双华只有19岁 在同一家单位做模具跑销售 两个人都是首钢的子弟 双方父母又彼此认识 所以两个人就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 84年接触到86年 86年就是我们正式就开始谈朋友嘛 那个时候他就有经商头脑 就说带我去捣腾点这个呀 捣腾点那个呀 因为那个时候人挣钱嘛 一个月我才挣十几块钱 那个时候他也就挣20多块钱 加起来才30多块钱 这样的话出去什么捣点愚蠢啊 捣点优票啊 这样的话不都能挣点钱吗 就是为了能吃上点肉 那时候人穷啊 那时候想天天能吃上肉 这辈子就好像就没白活事了 1988年24岁的宋雅红 嫁给了比他小一岁的杜双华 一个学财务的本科生 找了一个初中毕业的老公 这在很多人看起来有一些门不当户不对 但是宋雅红却说觉得他人好 能够踏踏实实的过日子 而且杜双华的父母啊 对于这个媳妇也是相当的认可 所以两个人结婚之后呢 一直跟婆婆公公 以及他们的姐姐同吃同住在一起 婚后不久 宋雅红怀孕了 初为人妇的杜双华 高兴得就像一个孩子一样 那个时候啊 宋雅红嘴馋 杜双华呢 会走很长的一段路 去给宋雅红买回来 他最爱吃的水果罐头 这种夫妻之间的点滴关怀 也成为了宋雅红日后记忆当中 最为奢侈的回忆 1988年的8月 在这个不足12平米的小房子里 他们的大儿子杜秋龙诞生了 儿子长的是虎头虎脑的 像极了爸爸 儿子出生后不久 夫妻两个人离职开始了创业 在手钢负责管理设备的公共的帮助下 他们租了一间小厂房 开了一间专门生产钢管的工厂 白手起家的做起了钢管贸易 一晃时间已经过去了20多年 杜双华当年的财富与现在 那是不可同时而语 但是当提起他们挣到 第一笔钱时的情景 宋雅红依然掩饰不住脸上的兴奋 有几万块钱 那时候我都拿回家去 我放在床上 我们俩该有 我说咱俩能挣这么多钱 真是天方夜谭 完了我就一遍一遍地数 数了好几遍 我的手指疼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钱是我们挣的吗 是咱们挣的 你还不相信 这东西就摆在你面前 你不相信 我那时候真的这样觉得 我好像 不知道就是这钱怎么花了 不知道了 这钱这么多怎么花呀 那时候就蒙了不知道 这是我们挣的第一笔钱 这些现在听起来 有些可笑的经历 也的确见证了当年那对 同甘共苦的夫妻 他们曾经的幸福 到了1993年 为了扩大生产的需要 杜双华回到了祖籍河北恒水 开设了精华制馆厂 这也是他日后钢铁帝国基业的一个起点 而宋亚红为了照顾自己刚刚出生的儿子 没有陪杜双华到河北 而是留在了北京 继续跟公共婆婆生活在一起 这样的生活一直维持到了1995年的一天 宋亚红突然间听到厂子里 出现了一些风言风语 说丈夫杜双华跟厂子里的一位女厂长 有一些说不清楚的关系 为了证实这件事情 宋亚红一个电话 把丈夫叫回了家 后来我就给他叫回家来了 我说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他就给我下保证了 他说亚红你放心吧 我这辈子既然我娶了你了 我又一定要 就是说咱们一定要把这生活过下去 这是我的初衷 他说你别听他们家说 绝对没有 那个时候人都很单纯 他一说的话 我说我任何人都可以不信 可是他说是我先生 我肯定得相信他 就这样 宋亚红和丈夫再次回到了 原有的夫妻生活中 为了能够进一步拴住丈夫的心 宋亚红决定再为丈夫生一个孩子 就在第二个孩子出生前七八天的时间里 突然间一个女同事来到了宋亚红在北京的家 宋亚红以为她是来谈公事的 但没想到这位女同志开门见山的 就谈起了她的丈夫杜双华 越谈越让宋亚红觉得不对劲 到底这位女同事和她的丈夫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 她此行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广告之后 让我们来继续关注这场480亿的离婚官司 和她背后的豪门恩怨 刚才我们聊到了 一个女人突然间来到了宋亚红位于北京的家 并且还跟宋亚红聊起了她的丈夫杜双华 到底这个女人跟她的丈夫有什么样的关系 她此行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她就说她跟杜双华已经好几年了 完了就说杜双华她根本就不爱你 说她喜欢杜双华爱的是她 我说那样这样的 她说既然她多数话不爱你 爱她的话 我说多数话答应她了 要跟她结婚 我说你跟她结婚你就结妹 你找我有什么用吗 她一看我不在乎她 我也没有急你知道吗 她过了一个我一脚 我的阿姨一看 因为我阿姨跟我旁边站着 她一看我阿姨一看都踹我 我阿姨一挡 就踹到我阿姨身上了 我阿姨一倒就倒到我身上了 倒到我身上我就蹦后倒了 后来我阿姨就跟她打起来了 打起来因为看我看不好 我说我得走 我不能让她伤着我 我就慢慢慢慢就向门口走 门口有个台阶 因为她门口有一个门槛 我没看见 一下我就摔到地下了 摔到地下以后 我那时候就大出血了 我那时候就想 我一定要把这孩子生下来 让这孩子就是身体好一点 那你没有办法 那时候一咬了牙就行 你就得生啊 那时候我妈妈就过来 我妈那时候就急了 我妈一着急 我住院了 我妈妈也住院了 这一次几乎性命不保的险情 让宋雅红母亲的心脏病犯了 大病出狱的老母亲非要找杜双华评评理 转年的一月份 杜双华和宋雅红的母亲又产生了一次更为激烈的争吵 而这次争吵使得母亲犯病入院之后 就再也没有出来 那个时候算给我打击算彻底了 我当时都懵了 你知道吗 我姐姐他们 我哥哥他们 因为都知道这个原因的 就不依不饶 我又 他这边压力也有 我姐姐他们就给我压力 那个时候索性我谁也不见了 我就带着我的孩子 我不骗你 那时候我拿着刀对着我这儿 对着我这胳膊的时候 我就看见我这吃奶的孩子 我这刀没下去 我想我不活了 可是那时候 当孩子一哭的时候 我任何办法我都没有 我想我真的不能死 我必须得坚持下去 不要好好地把我这孩子带大 这是我的责任 在此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杜双华和宋雅红 一直处在冷战的状态 由于杜双华认为宋雅红顽固不听话 所以就切断了宋雅红 所有的经济来源 宋雅红说 之前他只要需要钱 给公司财务打一个电话 五万十万都不是问题 但是后来 他连五万块钱都拿不出来了 宋雅红为了照顾儿子 已经有五六年没有出来工作了 可是宋雅红为了不被杜双华钳制 他决定把二儿子送到保姆家照顾 自己出来找工作 他的朋友找到了一家钢材贸易公司 还是做跑业务的老本行 虽然说这份工作的底薪只有八百元 但是由于宋雅红的加入给公司带来了很多的经济效益 所以第一年宋雅红的提成就拿到了十八万 第二年他的提成就已经将近四十万 宋雅红这种独立倔强的个性 和正处在事业上升期 内心不断膨胀的杜双华 需要别人顺从的心理状态 针尖对脉盲 宋雅红说杜双华为了真正让自己屈服 决定用小儿子来当筹码 1997年 小儿子一岁多的时候 杜双华趁宋雅红出去工作 让大儿子当向导 记住了保姆家的门牌号 第二天就将小儿子抢走了 1997年的8月份 那时候 他就到我阿姨家 那年 他到屋里找没找到我阿姨 正好我阿姨在 带着孩子在楼底玩 他过去就抢孩子 我阿姨家说 我阿姨说不行 你不能抱走这孩子 孩子是雅红让我看的 只要你要带走孩子 你必须得给雅红打一电话 我可以给你 你要这么弄强 我肯定不会给你的 他又使劲拽着孩子胳背 孩子就哭啊 阿姨要怕把孩子胳背给脱弄脱臼了 没有办法就把孩子给他了 我那时候什么工作我都不干了 开着车赶紧的就回家了 看到我的阿姨刚从医院里边回来 整个胳背整个全部都错了 我跟我那阿姨们俩抱头就痛哭 我们都知道孩子可是母亲的心头肉啊 况且这个孩子是宋雅红差点丢了性命才生下来的 难道杜双华就真的这么狠心 忍心把孩子从宋雅红的手边抢走吗 因为联系不上杜双华本人 我们只能拨通了杜双华律师的电话 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律师对于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说法 杜双华的律师说当年是宋雅红把孩子给藏起来了 宋雅红又说是杜双华把孩子给抢走了 事实的真相到底是怎样呢 我们找到了当年给宋雅红看孩子的阿姨 咱们来听一听这位阿姨是怎么说的 我这都报警了警察都来了 你这街上全知道 他抢走的 我这么大岁数说什么瞎话呀 对不对 我不可能说瞎话 你想啊 他好好的我也有 他要好说我还真让他报 人家是他爸爸对不对 说阿姨我把孩子再回两年 他奶奶想了 他要说瞎话 我能不让人报吗 是不是 他不是这么说 他不是那么回事 他说我本孩子今天我本孩子带走 我能让你带吗 我说那我得打电话问问亚红 亚红也让你带 我说你带 亚红也不让你带这孩子带我走 你不是这么说吗 我根本就不跟你废话了 往下一句话都没废 抢个孩子 在我们的记者准备准备离开的时候 赵阿姨 赵阿姨还从抽屉里边拿出了一封信 说这封信是当年杜霜华给他留下的 信上是这样说的 大姐 我把孩子抱走了 你不要太伤心 等我和亚红的关系缓和之后 我再把孩子送回来 还是让你带 落款是杜霜华 但是在接下来的十一年里 宋亚红再也没有见过小儿子 而他跟杜霜华的婚姻关系 也没有像信中说的 得到一丝缓和 十一年里 宋亚红用尽了各种方式寻找儿子 但最终得到的都是杜霜华和他家人的搪塞 在十一年的过程当中 因为思念儿子 宋亚红几乎流干了眼泪 甚至还做出了一些 让其他人无法理解的事情 我记得有一年 孩子离开我两三年之后 我看见一个广告 这广告里 真是跟我们老二长得一模一样 就那天 我坐在车里面 几乎就一宿 我就迷离开我这广告牌 后来我就给广告牌这个 做广告的人打了一电话 我说到底这个孩子是谁叫什么 任意跟我说叫什么以后 我觉得这真的不是我的孩子 母亲的去世和儿子被抢走这两件事情 让宋亚红对杜霜华彻底的没有了感情 但是在外人看来不可思议的是 他们的婚姻还依然维系着 而且两家人依然有来往 依然保持着好似一家人一样的关系 对于外界的各种猜测 宋亚红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他曾经很多次的跟杜霜华提出过要离婚 但每次提起离婚 杜霜华都会以小儿子相要挟 说如果离婚 他就再也见不到儿子了 所以宋亚红不得已和杜霜华 保持着这样一种不离不合的状态 至于为何一直以杜霜华的父母保持往来 宋亚红说 他跟公公婆婆的感情一直非常的好 相处的就跟亲生父母一样 况且他们还是自己孩子的爷爷奶奶 如果一切都像是宋亚红所说的这样 难道杜霜华真的是为了不离婚 才把小儿子从宋亚红的手边抢走的吗 我们的记者试图通过杜霜华 在河北恒水的企业 找到杜霜华本人 来听一听他对这个事情是怎么说的 最终我们的记者也没有能够联系到杜霜华 没有能够听到他对于这段事情的回应 不过宋亚红却向我们的记者提供了一段录音 这段录音是2008年杜霜华和大儿子杜秋龙的一次对话 对于夫妻二人这么多年 为何一直要维系这段已经破裂的婚姻 杜霜华在录音当中是这么说的 这段录音录制的时间是2008年 也就是说从1997年到2008年 整整11年的时间里 宋亚红和杜霜华虽然没有离婚 但是他们的婚姻已经是名存实亡了 在这11年的时间里 宋亚红和杜霜华一直处在分居状态 大儿子杜秋龙一直和母亲在一起生活 11年的时间当中 杜秋龙完成了从寄宿制的小学初中到大学 但是提起父亲这个人的形象 杜秋龙说 他的脑海当中还是非常的模糊 就怎么感觉 就是感觉 不能说他不存在我的生活里 就是我对他的印象非常大 我想的最多的时候 就是比如说学校要填那种表 然后要把你的父亲母亲 就是什么工作单位 什么初十年都要填清楚的时候 我就是填到我父亲的时候 我只知道他叫什么 然后多大的话我还得算一下 然后再点工作的话 我还得打电话问我爷爷 然后就只是那么几项 就其他的都填不了 宋亚红也逐渐习惯了没有丈夫的生活 一个人在商场上打拼 在这11年里 宋亚红睡觉的时候从来不敢关灯 因为他怕黑 每天下班回家 他都会把电视机收音机全部打开 因为他怕安静 他开始羡慕那些能够经常倒垃圾的妇女 因为有垃圾可倒 说明家里面还有人气 他说他曾经幻想过 有一天能够和杜双华一起慢慢变老 两个人坐在摇椅上 腿上盖着毛毯 还像年轻的时候那样小吵小闹 但是这一切 只能停留在宋亚红的幻想当中了 他跟杜双华的婚姻再也回不去了 从1997年到2008年 杜双华的事业不断的扩张 资产也在不断的上涨 到了2008年 他的总资产已经达到了350亿 并且位列胡论中国富豪排行榜的第二位 而宋亚红也凭借自己在商场上 非常出色的能力 拥有了两家公司 资产过千万 和儿子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 如果不是因为2008年 宋亚红心脏病突发被送进了医院 这样的生活可能会一直维持下去 事后宋亚红说 或许是老天爷可怜他这样的一个失去了孩子的母亲 特别创造了一次他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机会 好让他跟自己的二儿子能够再见上一面 2008年的7月17日 宋亚红终于见到了自己朝思暮想的小儿子 而这一天也是他小儿子12岁的生日 我第一眼看着那孩子走进来的时候 我心里是真实的 我从来都没有心里蹦蹦蹦蹦跳的 特别紧张的时候 当孩子我看到孩子过来的时候 我手脚都是冰凉的 作为母亲 11年没为孩子做点事情 我就觉得 我真的太对不起这孩子 又想过去抱孩子 又怕孩子拒绝我 因为11年没跟你接触了 他奔后堵 我那时候又不敢问钱走 只有孩子一坐下 我拉着孩子的手 我才知道这是 这是你 这是我儿子 而与宋亚红的激动不同的是 儿子看到母亲的眼神当中 却充满着目染 因为在过去11年的时间里 父亲一直告诉儿子 另外的一个女人 才是他的母亲 而这个女人 还给他生了一个妹妹 此时的宋亚红意识到 是该到了对这段婚姻 有一个了结的时候了 这对于双方来说 都是一种解脱 这对11年很少碰面的夫妻 在接下来两年的时间里面 频繁地见面 而他们见面的主要目的 就是谈判离婚 据宋亚红说 在协商离婚之后 杜双华还曾经单方面的拟定过一份离婚协议书 其中的内容包括 在双方办完离婚手续之后 甲方杜双华将给予女方宋亚红一定的经济帮助 其中包括出资1亿元购买一栋写字楼 光注宋亚红追套800万元债务等 宋亚红说 一亿元对于她这样一个年近五旬的女人来讲 一辈子都用不完 但是23年的婚姻 曾经同甘共苦的奋斗 杜双华却用一句经济帮助就把她给打发了 这是宋亚红无论如何都接受不了的 我就说我 我说我宋亚红这么多年 没有你的帮助 我说我活得真的挺好的 很好 我说现在咱们两个是谈离婚的事情 不是谈你给我帮助 我给你帮助 我说你要这么这样写 这样咱俩就这么去谈 咱俩没得可谈 当时我就很生气 拿着这个协议书我就走了 宋亚红最终没有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 而丈夫杜双华对于妻子宋亚红 有关经济帮助的说辞并不认同 他认为双方最终没能达成协议 是另有原因 最后一次谈什么呢 让我分 给他百分之五全 百分之五全 给你们哥俩走 现在的股权怎么分割 我闹不到 按照杜双华的说法 妻子宋亚红想要的并不是钱 而是那百分之五十的股权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按照胡润百富榜2008年所统计的 350亿的总资产来进行计算的话 百分之五十的股权就意味着 宋亚红可以分走杜双华 180亿的资产 而且还可以成为杜双华所在企业的股东 和杜双华共同来经营企业 难道宋亚红真的是像杜双华所说的这么贪心吗 咱们来听一听 对于这件事情 宋亚红是怎么说的 基于我这么多年了 坎坎坷地过来 现在杜双华又不关是婚内的还是婚外的 现在我知道只有五个孩子 我现在要不把我孩子的问题给他解决掉 以后孩子们的问题怎么去解决 那你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前面 前段正好的事情凑在一起 何鸿生家族这样 对吧 何鸿生还没死 这四方太太将各位子女就开始争夺 何鸿生公司的股权了 对吧 逼着老头子写这个遗嘱写那个处置意见 那杜双华当然了 现在还是能够控制局面 但是毕竟这是两个儿子 而且如果不是妈妈帮他们来出面来 争取这个权益的话 两个孩子一个未成年 老大也还小 尽管是已经出道20多岁了 但毕竟还是很幼稚 这就回到了我们今天片子的开头 2010年的9月 宋亚红一纸诉状 跟杜双华告上了北京市海淀区中级人民法院 就在海淀区人民法院决定进行邮寄送达的第三天 杜双华委托律师给海淀法院送来了一份 2001年河北恒水中院的判决书 2011年2月28日 由宋亚红向海淀法院提起的离婚诉讼案 也因2001恒民出自第14号民事判决书的出现 被裁定驳回起诉 理由是10年前河北恒水中院已经判决二人离婚 宋亚红不服提出上诉 他认为河北恒水中院的判决书不具备法律效力 2011年5月17日 宋亚红提出上诉的离婚案 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在开庭的那一天 宋亚红的四姐和照看小儿子的保姆 都赶到了庭审的现场 为宋亚红助阵 我首先我代表我们家人表示支持我们怎么做 因为作为一个女的这么多年挺不容易的 再说她的丈夫对她那样我们觉得太不公平了 我就想起孩子了我就点了 尽管记者在门口等了半个多小时 但直到庭审正式开始 被上诉人杜双华也没有出现 到庭的是杜双华的表哥和代理律师 他们表示杜双华因为外出有事 不能出席庭审 在庭审中 上诉方的代理律师和被上诉方 首先就横水中院出具判决书的法律效力 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2001横民出自第14号民事判决 主张双方的婚姻关系 早已由生效判决予以解除 上诉人对这份判决完全不知情 2001横民出自第14号判决 只是终止执行 并没有被撤销 显然这判决 当下仍然是有效 同时陈旭提出 判决书中的错误和遗漏信息 也是判断判决书 有无法律效力的标准之一 我们认为这个2001横民出自第14号民事判决 与本没有关系 这个苏雅虎首先说 名字上 并不是本案上诉人宋雅虹的这个红 红色的红 而是红大红 而且 不但姓名有 还没有 上诉人一方的身份证号 也没有上诉人一方的出生日期 更没有双方是否夫妻这样的婚姻关系的证明 所以在上诉方看来 恒水市中级法院是无法证明该判决与宋雅虹是同一个人的 而且上诉方表示杜双华在2001年后也并未认可自己的离婚 在一审过程之中提交的09年度和10年度的暂住证上都赫然写着已婚 我们认为被上诉人自己在截止到2010年12月份之前并不认为自己的离婚了 离婚是什么意思呢 很显然是已经结过婚 那么出去暂住证的时候 这个婚姻关系还存在吗 为了证明杜双华有权在河北当地起诉离婚 杜双华的代理律师特意向法庭出示了杜双华的赞助证 在这张赞助证中我们看到杜双华的婚姻状态为离异 这恰恰可以证明 被上诉人自己对2001年合理出示的14号探学书 效率也是不认可的 无论你这个战证写的是什么 它都不能改变双方已经解除了婚姻关系的探学书 这就是这个地方的事实 一个多小时的法庭辩论后 法庭宣布休庭 我既是公司里的工作人员 又是杜双华的表哥 那您应该对这事很轻薄 您跟我们说说您了解到的情况呗 因为我们代理律师 您不是家人吗 他到底十年前离美国 家人是人家有些隐私我也不求 人家不会跟我说这些事啊 那您了解到什么情况 问我们的律师 您知道他们离婚了吗 那那大张是大张吗 有吗 看了吗 那判券书有啊 那您这什么时候看到那个判券书呢 我说什么 您您什么时候知道他他离婚了呢 离婚了以后我都知道离婚了 我怎么我不知道啊 什么时候知道的 哎呀 那个判券书是什么书啊 不是十年前的吗 对不对 十年前的他不提呢 对呀 那时候杜双华穷 明白吗 现在杜双华发财了 明白吗 您觉得他是因为钱 你一语听到 尽管记者一再追问当年离婚的细节 但是杜双华的代理律师却避而不答 他对媒体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等待法庭的公正判决 现在说应该 你听我的一方 你单独听他的一方 也没有 所以我才想 所以你要听 国内法院 依法做出的公正判决 才是有意义的 目前 本案将等待河北恒水中院的第二次开庭 这次开庭 对于这一纸判决书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裁定 将决定这场国内标的额最高的离婚案的最终走向 如果这一纸判决成立 宋亚红就只能分到杜双华2001年之前的财产 如果不成立 宋亚红分到的财产 按照杜双华现在的资产计算 将达到240亿 虽然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看不到这场官司的输赢 但是在这场失败的豪门婚姻的背后 我们可以看到 到底伤害最大的是谁 我想 既不是杜双华 也不是宋亚红 而是两个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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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好 最后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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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